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分享《踏情趣》 叶玲你好 观众朋友好 傅老师好 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人很怀念他 希望再重演 当然也会有很多年轻的观众 当年还小没看过 所以我们先请叶玲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踏情趣》 《踏情趣》它的名字 有一个英文名字叫Skin Touching 它其实就是在讲夫处的事情 那夫处是很私密 然后很性感的感觉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想要用这样的一个质地去讲一个女同志的故事 以社会大众来讲是比较边缘的一个族群 但是为了要让这样的一个族群能够上台面去 讲一些私密生活的事情 不太去做一个社会的批判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快乐的戏 然后呢 要来利用梁山柏宇注音台这个文本 来做一个写你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说 那我要怎么做有关语言这样的处理呢 所以那时候还是有有一点点那个氛围是在那个时候在表房的那一页我们说相声还是很很很红的 然后它的作用力是很好的 效果是不错的 然后我也在想说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是适合来讲这个女同志的作品 然后我就发现说也许直接去叙述一个故事是没有那么漂亮的 所以我就找了八个人我想说八个都是女生 然后其实不管他们是不是女同志演员就是演员 他们还是可以理解或我们身边都有这些朋友 所以呢我就利用了梁柱 然后利用了一大堆押韵的比较像歌词的独白 然后讲不同的女同志的生活的切片 然后再加上比方说女同志好像就被打压了 好像到处见不得人 好像被比喻成妖魔鬼怪 所以呢我就说好吧那既然女同志被做成不是人 那我就把它弄成是动物 所以戏里面也有露丝啊猫啊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取向性取向 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职业年龄当中 但是我们对爱的渴求都应该要抱有希望 然后就是勇敢的去追求 所以像我的有三大首歌 然后最后一首歌就叫 亲爱的我们会不会来不及这样 所以你要趁着青春打烊以前 赶快去追求你的爱这样子 对我为了想要了解这一出戏 然后我昨天就打给了我一个剧场的好朋友 他也在他进去里面有演出 我就问他说 所以你演的是什么 他说我演猫 然后我说那所以剧情师 他说我就是猫 然后我跟路斯谈恋爱 那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有趣 我就说所以你们的剧情师 他就说意思就是猫 为什么不能跟路斯谈恋爱 就是爱啊 那我觉得他诠释的非常有趣 就是说这就是爱的本质 不管你是动物之间或是人 不管你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 你们也去玩了梁山博语注音台这个桥段 所以在你的诠释版本里面 你会怎么去呈现它呢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那个 那个叫什么 林波跟乐地人的那个版本 是 就是很奇怪 我的 在我国中的时候 我会去听那个版本 然后我会想要学唱这样 可能我对中国的语言 其实那个口腔的感觉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对戏曲我其实也有喜欢的部分 所以黄梅调啦 或者是看那个很清秀的小生的扮装 我就会觉得说哇好有趣喔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扮演 但是我也觉得他们扮演得很漂亮 我就觉得这就是 对我来讲 他比较接近唱歌或者是跳舞 他就是一个扮演 可是这就是一个技术这样 所以我就很喜欢林波 那我后来知道说 也有好多个版本的 梁山柏玉助影台 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两个的扮相跟组合 跟那次的录影就非常好 所以就很喜欢 所以我就想 我们就开始在讨论 因为我也是学戏剧表演的 我们还是会去讨论说 所谓的扮装的问题 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去写你 比方说它有四段 其实这四段的梁柱都是不同的人在扮演 那我们刚好有八个演员 所以就是轮流穿梁柱的衣服 同时在讲说女同志的标签的问题 就是你不要看她穿成这样子 好像穿成男生的样子 她就是很man的女生 她一定就是怎样怎样 但是服装是一个符号 所以第一段比方说故事吧 第一段两个梁柱 她们就是演那个 彩虹丸里白花开 蝴蝶双双对对来 她们就飞到天上去了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讲相声 其实就是讲相声 可是梁三伯就看到 朱英台就穿得很辣这样子 对 朱英台其实就是一个上空 对 我们就让她 她只穿一个胸罩 就让她穿得很辣这样子 很blingbling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都跌到地上 笑死了这样 太爽了 因为朱英台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她只不过我们把它具象化 是 是 她本质上 其实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女性 对 是一个很辣的前卫 可以扮成一个男生跑去学 对 去上学 对啊 是 所以我们就让她穿成那样 对 然后梁三伯就支支吾吾 就说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 你男装时候的打扮 然后就说 所以你是TT恋者咯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 所以他们 我们就在讨论 有关穿着啊 跟性别的认同 然后到了第二段的时候 因为第一段她就说 那我去换衣服 她就说好 所以第二段她们又换回来 又是两个不同的人 朱英台就出来了 可是朱英台这次的扮装呢 就是很 她戴一个棒球帽 然后就是很嘻哈的状态 然后穿球鞋啊 然后那个黄梅吊唱的乱七八糟 而且其实是一个 在我们那个演员里面 是一个比较活泼 然后比较像小男生的装扮 这样出现 是伍伍啊 是伍伍 对 然后她就说余兄 梁兄我换妆很快吧 很快很快 她又好像不是很满意 所以朱英台就一直跟她吵说 所以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然后她就吱吱吱 开始在找寻说 我喜欢什么样的人 就不知道为什么 话就变成说 我知道了 就像你是九妹 九妹又是英台 英台又是乐帝 所以呢 当时录影有四个人 就疯掉了 她自己可能不知道 但也许她知道 就是女同志是喜欢变幻的 我们会变幻角色或策略 不像异性恋男的女的 是这么固定的 对 然后男同志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零号 一个一号 或者说一个就是比较娘娘腔 或者是两个都是 什么比较man的 就是这种刻板印象 有的时候是从异性恋角度去看的 但女同志的变化 角色变化其实很多 然后我们的乐趣 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满到完全看不见 你只看得到演员的头 就人真的太多了 我那时候根本很难去挤进去 你还长得比较高 你还看得到 对 我只能看到头而已 我只能看到 比如那种只能看到慧玲的头顶 完全看不到下半身 因为全部都被挤满了 我看踏青去当年那时候 首演的时候的资料 我发现那个影片里面 大家台下的那个反应 是非常热烈的 然后感觉很像是台上讲了什么 台下是立刻就可以心灵相通 然后做出回应 老师那个时候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那个时候 对于台湾的女同志来说 这个作品应该有很重要的地位 对不对 其实从1996年吧 第一届女节的那个魏英娟的 《我们之间心心相应》 她就已经大爆满 倒不行了 就只要有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她再做一出关于女同志的戏 就会吸引到很多圈内的人 因为太渴求有一个发生的作品了 所以像我们之间心相 就已经满到 我记得那时候真的是满到 完全看不见 你只看得到演员的头 人真的太多了 我那时候根本很难去挤进去 你还长得比较高 你还看得到 对我只能看到头而已 我只能看到 比如那种只能看到慧琳的头顶 完全看不到下半身 因为全部都被挤满了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pop裡面演出的 那她这个也是一样 她这个戏是 那时候我知道会卖 但我不知道那么卖 卖到说我可以收钱 就是她的 她的预算是我们八个戏裡面 最高的一出 对她不知道 对就是最高的一出 然后我们那时候讲法就是 可是她的票房是如此如此 我们一定要再把她增加她的成本 就是因为她的成本可以这么 因为她的票房是这么高 所以当然成本 成本可以再回收高一点 所以其实她的座位 已经大到一百二十个 因为那时候 好像是一百个吧 那个皇冠 只能容纳一百上下 但是就多起了二十 对 我又应急了一百二 其实更多 可能到一百四都有 对 因为我也跟皇冠 谈过一个条件 就是只要超过满票房之后 所有的钱就要变成是我们 我们的了 是 因为那个便是她的创造出来的效益 对 所以因此她的记录就是 她真的是最 最赚最多的 八档系里面赚最多 她的那个方向是 许愿林的方向是说 她走了一条完全跟前辈不一样的路 前辈的创作者都是悲伤的 抑郁的 拿刀自杀的 或者是讲女同志不信的 但是她很信 我记得你也许忘记 但你只跟我讲一句话 你就说我觉得 台湾的女同志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不要用国外的文化去解释 台湾的女同志文化 所以她 她还有另外一个很可爱的戏 我先忘记她名字 那个第一个 第一个剧本 你还记得吗 安妮的苏醒 对对对 安妮的苏醒 那时候我看我就已经觉得很棒 她那个有得奖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produce的一齣戏 都没有拿出来演过 那那个戏的时候我就觉得 她有一些些触及到 女同志很根本的情感的东西 所以你们也不要看说 踏进去这么的开心 好像很童趣很天真 可是其实有很多很根本的 那个只有女同志的情感 才会辨识出来 可是即使你不是女同志 你看的时候你还是会很喜欢 这是踏进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我真的还蛮好奇 为什么在这十年二十年之间 好像女同志相关的文学 或者是戏剧创作等等 都会比较少 有少吗 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啦 只不过我们 但她的关注会比较 对 只是都是很地下化 就是我记得是 关于女同志的小说 跟一些网路文学 是非常多的 那些族群的文化 或者是她们的曝光 并不会出现在 主流媒体上 对 主流媒体上面 所以其实很多的 你只能说 也许我们要反省的是 剧场界的作品比较少 她身边有两个助理的导演 这两个我都认识 还有很多年轻的 我们大学生里面 有很多年轻的女同志学生 她们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开始 因为我们太多是地下化了 所以变成是她们 当她们要再来一次的时候 她们发现她们走的路 跟我们以前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先读什么 童女戏强 是 先看邱妙金的书 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样 然后再去复习魏英娟 再来看徐燕玲 可是如果今天徐燕玲 都在做她的戏 然后我是说当演员 她若不倒戏的时候 人家只是会怀念说 当你有一个踏进去没有看到 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 对 新的踏进去 那也就是说 那个脉络上 其实并没有在一个公开的管道上 做一个整理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说小女同志好了 她们不知道怎么去开始 是是是 那其实我跟她们讲就是 你就是开始 对 对 我相信 不管你从哪一条 哪个点开始去看 对啊 你就是开始就好了 就是开始 对 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有看过魏英娟 再看过徐燕玲 然后你再做戏 你就是有一个 是 好像你就得到了什么 完整的真传 对对对 并不是这样子 可是她们还是会这样去想 我就不懂 为什么要这样 很害怕呀 因为会很恐惧 也许是这个心态 对啊 我跟你说要发表 比如说 男同志也要 或者是一些可能吧 原住民我不知道 或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 他们想要 藉由剧场这个管道去做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紧张一下 想说 我讲的这个话 适不适当 合不合时宜 或它能不能有效益 或者是 它除了娱乐 除了政治以外 有没有美学 他们会考量很多 还有会不会赔钱 谁会来看 会不会有人冒我 对 但是它的核心价值 还是自由的 是政治正确 那个政治正确 就叫它是自由的 我说 我希望的就是 你们能够站在台上 讲自己的故事 那没有谁的故事比较好 没有谁的故事比较惨 在剧场里面 你就是把自己的声音 跟故事讲出来 这就是最棒的 比方说 她刚刚说 现在气氛很不一样 我也觉得很棒 对 对于女同志来说 很多人是会先去接触 邱妙金的文学 她的书 然后之后 也许她幸运一点 看到她的情趣 就是我还蛮想要问燕玲的 就是说 其实邱妙金相较于 现在的时空 她那个时候 因为她有特殊的一个时空 那个时候可能女同志 并不是这么被大家认识 所以她其实那个情调 是很悲苦的 是很重的 可是燕玲采取的策略是很特别 也是一个很愉快的 轻松的情调 在这个她的情趣里面 我很想要问一下燕玲 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路线 这要回到一般父母的心情上 就是说 很多朋友都会说 就是很惨 那个气氛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 然后就是 那个电视新闻就会出现 什么情杀事情 然后就会回头看她 之类的 或者是就会被转台 其实那个气氛是不好的 那个气氛是一个感染的力量 所以比方说现在有更多杂志社的 或者是一些名人或出柜 那其实都是一种鼓舞的力量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她是快乐的 只是真的是出自于社会的一个 大众的一个眼光跟感受 可是我觉得邱妙金 那是她个人非常个人的一个 呈现跟历史 只是因为她有透过书写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被大众所了解 或者是 这么说好了 她的东西 我不会说是一个悲苦 她还是非常接近文学 或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的 很多东西还是很纯美的 还是很清纯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她到底代表了什么悲苦 我要讲悲苦是电视机前面的 一家人的那个场面 这样 我觉得社会的观感跟 就是说同志们也是人 他们也对社会是有责任的 他们也很想付出他们的一切 这样热情去参与很多公共事务 或者是 只是说如果在情感 或说性别的 性取向的认同 如果没有得到认同的时候 这些人开始会 心里会扭曲 或者是会觉得不被重视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对这个社会是不健康 这么大的损失其实是 每个人都有一个私我 跟一个公众的我 那在公众的我上面 女同志可能 那个身份是被拔除的 就像我们如果真的要参加一个晚宴 如果一个女同志 她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 去参加正式的晚宴 这就是一个好玩的问题 还有那个面试的时候 我该穿短裙 还是我要穿长裤 对啊 可是真的是现在的 女同志的创作 或者是政治社会参与 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最近真的很好 像几个80年代都出来 参选立委 是 然后还有他们做一些 还有一些年轻人 做一些很奇怪的戏 比如说做那个 扶女文化的新社园 新社园 对然后或者是说 有的就专门去做性虐 就是那种皮绳迎虐帮 他们是把身体绑着绳子 然后做性虐带的 当然这个社会的保守程度 有遭到一些挑战 对 可是这个觉醒 在近五年来 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我是 我自己是很高兴的 这个情况 那当然就是 当年轻人来问我说 为什么 我们怎么 什么时候才会看得到 踏青去啊 真的很多人在问我这件事 然后有人说 为什么 这个我们该怎么做戏 就是刚才燕琳回答我 就是有些人他会害怕 如果这个害怕是出自于 刚开始做戏那种害怕 那当然是OK的 但是有很多的害怕 是来自于那个陌生 就是资讯上的陌生 跟这个 我该不该讲这些话 我讲 所以内在的检视 还是有在 是这个东西 自己自我检查 对这个比较让我觉得有点难过 就是他们如果 我还是可以这样 就出去讲 不管你讲的到底 是不是所谓正统的 女同志文化 其实没有关系的 现在真的已经都 都不一样了 所以完全是一个新的 新的 所以我也觉得很高兴 她选择在 这是你选的时间点嘛 做她进去 是你选择的吗 还是你被逼 拖延到的时候 还是你被 她妹二十年 逼她做 其实是两个演员 她们在那边聊天 说 哎呀好怀念啊 我们要不要重做 她们想开同学会 对 然后她就是 那来去问彥霖 彥霖 你要不要重做 我就说那你们要演 我们就演啊 是这样起来 所以我们要谢谢 那两位同学 我以为是 她们两个很想踏青去 就找大家再回去 一起踏青去 没有 其实除了踏青 我还有几个其他作品 只是说踏青去是 比方说她就相较于三姐妹 她就比较容易 能够被接受跟理解 那她也 像《约会》 她有十七个演员 那也太多了 她有另外一个作品 叫《约会》 对 然后就 好像踏青去是比较 最合适重做 比较适合重做 比较普及 对 所以你觉得重演的意义 是什么 重演的意义就是 刚刚说的咯 希望能够再带动大家想起来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可以把你同志的一些想法 或思维 或是美学 再在那个剧场再发表 然后再带动更多的 更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气氛 老师 刚刚讲到那个2004年的时候 踏青去的那种盛狂 市场卖满满满 然后就只看得到前面头一点点 我就觉得 是不是今年应该要来个准备加演个十场之类的 他们已经加演一场了 一场不够 而且他们票早就卖完了 对 现在票卖完了 他们的票很夸张的贵 你知道吗 我 老师你可以这样讲吗 我当然可以这样讲 你不能这样讲 是在实验剧场 实验剧场 实验剧场 好夸张的贵 我们有很多手持 八百块 其他的戏也是八百块 一千块是因为我们做了十年的专书 我就是要帮你讲这个 十年专书 十年专书要出版 请大家买一千块 对 我非常喜欢燕玲刚刚讲的一个点 就是 其实如果可以让大家不害怕 对 然后让他们去贡献他们的 他们擅长的那一件事情 这个社会 就不要损失了这么多珍贵的 好的作品跟想法跟贡献 我非常喜欢这一点 因为我们要 我们自己在当学生 或者现在在当老师的时候 都会告诉大家说 剧场是神圣的 剧场是有纪律的 剧场是自由的 反正讲了很多剧场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学生就会一头雾水 剧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的核心价值还是 还是自由的 是政治正确 那个政治正确就叫 他是自由的 所以我去跟学员 说我知道你们都很紧张上台 但是我们 我们就是要上台去做一个 我说我希望的就是 你们能够站在台上 讲自己的故事 那没有谁的故事比较好 没有谁的故事比较惨 没有谁表演比较好 谁表演不好 然后在剧场里面 你就是把自己的声音跟故事讲出来 这就最棒 比方说 他刚刚说现在气氛很不一样 我也觉得很棒 对 但是我也有一些戏 我根本就不想看啊 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状态是好的 非常好 因为他是健康的 但是我还是可以有个人的喜好 我没有那么 我没有那么色 我没有那么想要挑战什么 然后你不要说刚刚皮绳那个吗 没有啊 他只是范子很多 范子 我还是比较喜欢语言文学的东西 我喜欢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可以有我自己喜爱的 重点是可以选择 因为你要有这么多的作品 你才可以去选择我喜欢看哪一个看哪一个 不要再像十一年前一样 大家资讯这么少 然后非常的在那个踏进去的时候 又觉得找到了同伴 然后感觉到了 哇对你们懂我的那种 太孤单的感觉我觉得 而且太多小朋友 他们都得透过什么PG 那时候有网路吗 有啦 可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 像脸书 脸书真的影响也蛮大 是是 刚开始 2005是Gmail 哦 你好厉害 你记得这个耶 好像是这样 对啊 刚开始 刚好2004 就在那边上 对啊 所以其实有 真的十年有 资讯上有落差了 现在不及多了 对 大家也会健康快乐多了 我希望 希望 希望 真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晏玲跟傅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踏青蛆 然后我知道票都卖光了啦 对 是不是可以民众的呼吁加演一下 或者是找另外一个场地 然后 对 有很希望 其实我 我比较希望的是 离开台北到其他的天上地方去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